从前两天开始 湖南那个降雨基本已经不行了 这几天基本是维持一个 比较炎热干燥的天气 就是说对这个救援人员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这个天气确实太热了 它之前那个田一轮降雨 基本已经结束了 最主要救援力量还是在绝口处 但是绝口处 因为它绝口处比较小 其实能过去的那个救援人员比较少 我看到这里有一台挖机 它是做什么的 它挖机其实就是把那个路面挖平 然后暂时说要那个大型机械进去的 我今天凌晨一直有挖机在那里作业 因为它一开始那个路不是很大 就是不是很宽 一开始这种堤坝是没有过这个大型机械走的 像我们绝口处的堤坝还没有这条宽 比这条堤坝比我现在站的堤坝要小很多 我 感谢观看